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《优优》 《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》 《优优》 怎么样了 承儿 这种毒 究竟是什么种人 这种毒 究竟是什么种人 该死了 肯定是能逼出来了 这是 那种剧毒的配方 竟然如此小心 这 居然是解药的配方 娘 你放心吧 爹不会有事的 你先好好照顾爹 我去找爷爷配置解药 现在我宣布 大笔的获胜者是杨晨 杨清云将是杨府的下一任家主 三天后举行家主交替一事 真是 杨晨哥太厉害了 这二叔要做家主了 真是太好了 坏了 不行 我也赶紧返回奉了学院 杨府不能再流了 来 诚儿 这是你的奖励 这一奖励 特别吧 我还真是羡慕 恢复得差不多了 睡觉睡觉 好 明天就是父亲接任家主的日子了 还真有些睡不着呢 大晚上偷偷摸摸摸的 目的绝不单纯 好 诚儿 不要太勉强了 那可是三界的白煞郎 诚儿 别太逞强了 娘不希望你有事 爹娘放心 我自有分寸 儿子已经长大了 你一定会赢的 呃 你一定会赢的 杨处哥加油 你一定会赢的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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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难道说 这玩意是双刀魂 既然有双刀魂 就更该除掉它 好啊 袁儿 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未满十八便达到了眼灵界 杨家有谁可比 袁儿啊 四爷爷就知道 你肯定会有出息的 四爷爷过奖了 我还差得远呢 哎呀 再过几年呐 你可就要超越 我们这些老家伙了 今后杨府可就要靠你咯 什么杨府今后要靠杨园 杨兴儿未必就比杨园差 见过家主 各位长老 大哥 时间也差不多了 可以开始了吧 哎 可臣儿还没有回来呀 难道要我们所有人等他一个人吗 而且要是他今天不回来 大笔的日期还要延迟不成 可是 哦 我倒是好几年没见过杨臣堂爹了 倒是真的很想见您 大哥 快些开始吧 杨臣的小子或许是不敢回来了 要不然哪会 真热闹啊 看样子我回来的还不算吗 我没动什么手脚 这就是一碗普通的鱼汤 我刚才也喝了 你用的是什么鱼盾的汤 我也不知道 那鱼是我在水潭里面抓的 这是冰火鳞鱼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这是一种罕见的鱼鱼 蕴含的精气 对于修炼大有帮助 只不过其精气十分霸道 进入男子体内 会转化为质阳之气 进入女子体内 则会化为质阴之气 若不化解 男子会被质阳之气焚烧成灰 女子 则会被质阴之气冻结 啊 这么严重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化解 美女 你倒是快说话起了啥子啊 阴阳调和 究竟是什么宝货 这般多强者寻找的一个多远 竟然还没能找到 按理说就幽云山这点地方 他们都给翻过来了吧 这里的浑兽 估计都被这些人清理干净了吧 诶 这条小溪里面居然还有鱼 正好肚子饿了 捉几条来天脸肚子 我已经不信了 今天非抓到你们不可 别想跑 逃到哪里都没有 嗯 那是什么 这明明是在清凉的水中 镜顶看上去也没有什么异样 偏偏那般炙热 请多留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蜜 优独播剧场——web 优独播剧场——明天